我要一個美味蟹寶 謝謝 是真的 第一個是傳奇武器不給心腹魔 第二個是 萃取物中間的那個不能給4個充能 就是你2號位跟4號位放萃取物 那中間這個可以4充能嗎 答案是不行 第三個是永恆詛咒跟球鞋的搭配 要被改了 這個之前講這樣太OP了 要被改了 那再來就是元素之章 他不能搭配新的感電天賦 就是守望者 然後再來就是 散打 你無法從瑞眼的那個升華去拿球 大概就這樣子 好啦那直接開始介紹吧 我先介紹我心目中第五名 第五名是爆裂陷阱 昨天有在看這個爆裂陷阱的BD 那我跟花枝也稍微討論一下 花枝在3.23、3.22都有發爆裂陷阱的視頻 欸視頻嗎 影片跟發他的BD他都有發 對然後討論一下發現 他的傷害其實400多萬 你看起來會覺得好像沒有那麼高 那其實不是 因為他會有很多個小爆炸 那所以他的傷害會特別高 那他跟我說 這個BD要注意的點就是 3.22、3.23那時候的魔力消耗 是稍微比較低一點 那這一版其實有改高一點點 但我覺得還是可以玩 所以我把它排在我的第五名 那你們也可以看一下他的裝備其實 算是便宜的 比較貴的就是大概這件衣服而已 那如果你沒有這件衣服的話 其實也沒關係 你可以穿黃裝就好 那他的有效寫持 也可以到4萬6、4萬7左右 我覺得還可以啦 就還蠻強的 那這個BD就先送給大家 那再來就是第二個BD 心目中的第四名 喔我給勇士碎骨 第四名我給勇士碎骨 勇士碎骨呢 我是也是去網路上找了 找了一個BD 因為我覺得這個BD很久很久了 在忍者往上隨便找就找得到 那他這一套呢是 一滴然後300多萬傷害 確實是300多萬傷害 然後他只花了一滴 全身都是黃裝 那前面其實也很好玩 我自己也玩過了 對啊 就隨便虐就虐到第十張了 那後面T16 這是打T16的啊 打到T16就是用這些裝備 那還蠻簡單的吧 網路上視頻也很多 那這個BD我也送給你們 好不好 是第二個BD 好第三名就是我們的元素打擊光譜 我覺得昨天考慮蠻久的 我後來決定給他第三名 原本他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但我今天早上起來 看到改動之後發現 欸那個 這個戒指 元素之章 戒指可能會有一所變動 所以我決定把他排到第三名 那看一下這個BD之後 就會發現 欸其實 傷害也是蠻高的 王子秒傷大概是1200萬 那你可以看他的裝備 那裝備 其實這邊都是比較便宜的 這個箭袋 這個箭袋應該算便宜啦 這個可能就貴一點 然後元素他有配元素之章 那你可以在 就是他的level比較低一點 你可以去看他early level 他比較前期的裝備都是黃裝 對那戒指也是用普通的戒指 普通戒 這兩個戒指隨便拿都拿到 對那他完整秒傷也是有200多萬 那其實我覺得還可以 你甚至可以再稍微調高一個level去看 他這些裝備有沒有很貴 那我發現其實裝備沒有很貴 就是 破裝備那可以打到600多萬 那看他的防禦面 防禦面就比較少一點 他就是18000 我覺得18000太少了 所以你還是可以去慢慢提升 不過畢竟他的裝備 算是蠻差的 就算是蠻差的 所以那18000 我覺得也是合理 好不好 那這一套就是我心目中的第三名 因為弓箭手的刷 刷圖速度是稍微快一點 一定是稍微快一點的 一定比碎骨快 所以我就給他第三名 第二名的話是什麼 第二名的話是給魔幻 我記得我是給魔幻 沒錯 第二名是魔幻 昨天是第三名吧 因為他往上擠了 所以我決定第二名給魔幻 那這邊的BD其實也只有到 大概開荒第一天而已 那開荒第一天也是穿這種 小破裝 就裝備比較爛一點 那他的傷害也是 我在面板看是看了 80幾萬70幾萬吧 但是畢竟第一天 我覺得還行 這套是那個誰 有一個人在拓荒用的 有一個比賽 這是比賽第二名的一個人 他比賽第二名 那他這個三江珠寶 基本上沒什麼厲害的地方 就是來加 來補命而已 那這是用這套拓了第二名 那我看他拓起來其實蠻厲害的 他是用天蕾吧 看一下是不是天蕾 我記得是天蕾啦 對啊天蕾 他是用天蕾 那我看他拓起來其實他蠻硬的 那也可以也可以玩 他的有效血池也到4萬多 其實蠻強的 那這套我也是送給你們 你們可以直接照他的玩法 他後期再去忍著網看一套就好了 他前面就是玩到這裡而已 就是裝備都很破 也沒有穿到那個 那個叫什麼 特殊的傳奇項鍊 就可能一條一滴 加魔力那條 我有點忘記叫什麼名字了 加魔力那條就沒有用到 那他的魔力量也可以到 看他魔力量是多少 5600 那其實我覺得還可以啦 如果以第一天的話 他這個只拓了12小時吧 看了之後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蠻厲害的 不過他有一個重點 我還是講一下他的重點好了 他的重點是 他這顆天蕾蜘蛛 是特殊品質的 是軌跡的 所以你可能要去市場 稍微蹲一下 或是自己迷宮跑一下 就這一顆 這顆天蕾蜘蛛 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但我還是給他很高的評價 因為畢竟12小時可以打贏 打到 快要 快要 紅狼王那邊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好 那再來就是 第一名啊 第一名我給電打 第一名給電打 因為我後來看一下電打其實 沒有到很差 那是我們大神夫槓捏出來的 呃 也稍 稍微看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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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研究了很久 我發現他這一套其實 主要都是看數字嘛 因為這個POE就是數字遊戲 我發現他的 有效血量其實蠻高的 然後他的傷害面 傷害面 其實也蠻高的 就是他的 完整秒傷 特別誇張 不過這套已經是玩到90 就是等級蠻高的啊 你可以自己把 他一些不必要的點數去點掉 例如可以把這邊血量點掉 那你用裝備去補一些 元素異常狀態 他的裝備其實是捏出來的 就是 空墜很多啦 你看這個只有三條詞綴 這個只有三條詞綴 就是你可以去補一些元素抗 或是神明什麼的 都可以 這邊也是 他都有放神明 那就補抗嘛 或是補一些有的沒的 把他補上來就好 那這個POB我會給你們 你們也可以去上 稍微看一下 那他這邊的裝備其實 用的是稍微比較 貴一點的吧 我也不太確定說這罐下一季到底會不會很貴 但我覺得應該會 就這罐是比較貴 那你這罐可能 稍微可以勾掉之類的 那雷雨可能 也 中間吧 價格其實 算是中間吧 也不會到特別特別貴 那你們就 有 達佩爾鋼格偽裝也可以啦 他這邊也可以調 達佩爾鋼格偽裝的書衣 你可以去這邊看一下 大概有9萬1啦 就是你的有效血量 其實還是高的啦 那這套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我還是推給大家 那我推了這五套之後呢 我自己要玩什麼 我自己 原本是要玩童帥 但我今天發現 他那個 他這個傳奇 其實不給心腹魔 原本我們的打算是 老弟拿一把武器可以心腹魔 我自己又一把武器可以心腹魔 那這其實不是超強的嗎 那現在發現 老弟的武器好像不能心腹魔了 所以我應該還會再考慮一下 不過磨刀石的 給了莫爾傷害 老弟還是吃得到啦 所以 我再考慮一下吧 對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五個BD 你喜歡哪一個呢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沒有講到你推薦的流派的話 那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掰掰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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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